各位呢,您先進到這個網址 就是one note.net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選擇幾個方式來加入 一個最簡單的,您就用訪客的 按下去之後會取得一個訪客代碼 那您如果想要下次繼續使用的話呢 就直接用這個代碼打在這邊 這樣您的學習紀錄 您有加入的群組 就都會留在裡面 那如果您要用比較正式的 就用會員登錄的方式 用社群的授權 或者用註冊email的方式都可以 那email的話呢 它會寄封證證信給您 那麼我這邊呢 先用訪客的方式 這邊取得代碼之後呢 好,我了解了 您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 您可以在右上角這邊 更新自己的資料 那另外呢 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你的代碼 右上角也可以再繼續看到 那麼 要怎麼樣加入我們今天的資料呢 在發現裡面 有一個叫做群組 我們預設進來是在課程 您進到這個群組裡面 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資料 您從右上角這邊按一下加入 這樣就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到我們的 今天所有的完整資料裡面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除了看到我們剛剛給各位看的白板 那我們今天延期結束之前 也會麻煩各位填一個問卷 另外今天有準備一個LINE群組 等一下會邀請大家一起加入 然後呢 我們往下走呢 就我們今天這個課程的介紹 還有我在部落格上 曾經用這些東西 虛擬聖本 幹過哪些事情 好,您這樣進來看 就會比較清楚 那麼我們 完整的資料是在任務裡面 好,完整的資料 我已經把這些教材都放在這邊 那您從這邊打開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們上課的資料 當然今天時間有限 可能沒辦法講太多 但是至少就是您可以從這邊 萬一回去的時候 這個網站您回去之後 還是可以繼續進去 那第二個是 我們上課都會錄影 所以您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雲端硬點 您可以連進去 那另外呢 我們的軟體部分 軟體部分 我發現好像 我請電話中心摳進去的 沒有摳到各位電腦上 但是沒關係 我發現雲端硬點上 你也可以讓它官方網站下載 我們用的都是免費的 所以不要客氣 喜歡就帶走 不喜歡就丟到垃圾桶 還要記得清空垃圾桶 哈哈哈 才不會佔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